但网路上有些po文还真的是要分辨出真假来 不然的话会引发不必要的纷争 包括像是最近因为台飞之间争议不断 包括这一起枪击案 那么没有想到网路世界最近 这个菲律宾就有网友疯狂转载了这么一张照片 旁边还有富途姐 说是台湾人在街头殴打菲律宾人 但事实上仔细看这照片根本是2009年 新疆汉人和维吾尔族的冲突事件 非国网友故意物质照片还让大家分享出去 那么这让在菲律宾求学的留学生 也都很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照片上的就是我们 就是目前台湾人对于在 对于菲律宾籍的人所做的行为 一些这么不理性的行为 甚至于群起攻击菲律宾人的行为 有人故意放消息来污蔑的 我们无从查证 在菲律宾的台湾留学生吴同学 指着社群网站疯传的照片 他说壮汉拿棍棒凶狠模样 明明是新疆冲突事件 却被用菲律宾话指称 是在台湾的菲律宾人 被这样不理性粗暴伤害 还要大家广为转贴分享 非常非常非常粗暴的言词 甚至于非常不理性的言词 来针对台湾人 还有一些是说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的手段 对付台湾人 我认识的人 在学校的同学 还有在外面认识的菲律宾朋友 居然转贴这个给我 然后下面给我 给我著名或是其他留言的 给我著名说 你给我小心一点 要么你给我滚回台湾 要么这几天 当心我们对你不利 因为是认识的人写给我的 我反而会格外担心 在菲律宾念书八年 在一年半就要回台湾 现在人生安全却 饱受威胁 如果在路上有人问的话 我不会告诉人家说 我是台湾人 而且我自己会讲一些日语 我会跟他说我是日本人 短期这边往返的 他们都说出门在外 要么不开口 要么不让人家知道自己是台湾人 甚至于就像我一样 我是伪装成日本人 或是其他都会 说自己是新加坡人 马来西亚人这样 吴同学看着照片 提心吊胆 这恐怕是在菲律宾的台湾人 传出的第一起受威胁恐吓事件 但就担心类似状况越来越多 以上是中天新闻记者 戴秋荣黄建盈 在马尼拉的采访报道